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北京警方公布了 吴亦凡与杜美竹确实有发生过 而且双方一直到今年4月份 透过微信有联系的消息 而吴亦凡事件 今天又登上了韩国演艺新闻的热搜异味 我们先来看一下北京警方的发表 2020年12月5号2022时许 冯某以挑选MB女主角面世为由 约杜某主到吴某凡家中参加聚会 十余人共同玩桌游并饮酒 四日凌晨至70时许 其他聚会人员陆续离开 杜某主久后在吴某凡家中留宿 两人发生相关系 当然下午 杜某主在吴某凡家中用餐后自行离开 期间两人互相添加微信 12月8号 吴某凡给杜某主转账3.2万元 用于网络购物 此后至2021年4月期间 两人保持微信联系 二 关于杜某主等人发布网络信息情况 2021年6月 杜某主与好友刘某文商议 在网络上公开与吴某凡交往过程 以提升网络知名度 最由刘某文宇6月2日 以刘美丽同学微博账号 发布杜某主被吴某凡冷暴力的博文 7月8日至7月11日 杜某主跟进发布三篇博文 7月13号 网络携手许某为某取利益 主动联系杜某主 经上映后 共同策划必由许某摘写决战等 十余篇微博文案 7月16日起 由杜某主通过微博账号陆续发布 3.关于犯罪嫌疑人 刘某涉嫌诈骗犯罪的情况 2021年7月14号 朝阳警方接到吴某凡母亲 吴某报警 称遭到杜某主求诈勒索 当日警方依法进行了受理根调查 工作中锁定犯罪嫌疑人刘某 警察2021年6月 犯罪嫌疑人刘某看到 杜某跟吴某的网络丑作信息后 对产生冒充相关关系人 对涉事双方进行诈骗的想法 简单整理一下就是 刘某一边假装杜美竹 诈骗了吴亦凡 一边假装吴亦凡诈骗了杜美竹 刘某被抓获后 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然后媒体表示 吴某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关系 及近期网络互报的有关行为 警方仍在调查中 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处理 在北京警方发文不久 杜美竹也在微博发文了 同盟以谈工作签约新人为借口约我见面 并且说只是我们见面聊聊 在我刚刚高考完 20年7月就约我去好几次了 还找过我跟吴玩狼人商 但是我都退掉了 因为他是女生 我没有借背心 上了他给我叫的车 到了之后才知道是去吴家里 是酒局 而不是跟我两个人单纯谈工作的 我说了我酒量很差 酒桌上的人却一直管我喝酒 中途我还吐了一次 后来喝的不省人事 冯蒙把我送进了吴的卧室 不是我主动去的 不是我故意留下 发生关系后第二天 说会对我负责 于是我相信了他要跟我谈恋爱 并且在他家留下吃饭 给我清购物车 他说是18岁生日礼物 后面联系了几个月却消失了 然后背包跟别人谈恋爱 与此同时 我身边的朋友也找上我 跟我说无在追求他 我没有诈骗 没有收钱 他们在未经我允许转过来的钱 都会退给公安机关 那么多被骗的女孩找到我 我已经尽力发生了 可以说我炒作为了哄 怎么说都可以 我无所谓 可能没有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结果 但我真的尽力了 希望不要再有涉事卫生的女孩 被欺骗身体跟感情了 因为在警方发表的内容里有 都美竹为了提高网络知名度而爆料 以及代笔等的内容 所以也有韩国网友们留言 所以简单整理一下就是 用出演MB骗了未成年人后睡了她 这个女孩也是为了红 利用了这个男的 中间也出现了骗两方前的家伙 为了自己的知名度利用了吴亦凡 还让人代笔爆料 这女的也不正成吧 就是无以类聚而已 但是大部分的网友们表示 就算这女孩有一直联系 想要红有代笔 但是吴亦凡对未成年人做的诈事 也是事实啊 说MB面世 让年纪小的女孩们来家里喝酒后 发生什么关系 这怎么很像是在酒店叫小姐一样呢 所以有出演MB吗 因为自己进了家里 喝了酒也吃了饭 所以认为女的不是被害的酸民们 你们的脑子里是只有空气吗 当红硬人用出演MB来诱惑 18、19岁的女孩 女孩能不动摇吗 酸民们是不是没有社会经验 这跟公司上次用自己的权力做坏事 有什么两样 而且还是对未成年人 看中国的论坛 她好像几年前也有过差不多的事情 看来人真的不会变 对于吴亦凡事件的最先后续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